我們看到簡報11 我們順便先把地板也把它做起來 那地板呢 它在我們使用3D裡面 它會像這樣 就是這個 這種灰灰的 灰灰的這個顏色 那它跟我們剛剛做牆壁很像 它也是節點 就是 你知道的 2點乘一直線 3點是不是就乘一個面 對不對 所以你至少要3點才會看得到你的地板的 那個狀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 好 剛剛我講的 在繪製牆壁這個 這個工具的右手邊 有沒有 它叫做繪製房間 你把它按一下 一樣人家會給你小技巧 好 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一樣變成十字 這跟剛剛一樣 我來這邊 來這裡 點一下 放開 好 一點了 點一下放開就好 不要拖曳 好 好 在這裡是沿它旁邊對不對 再一點 2點了 接下來有沒有面就出來了 好 然後假設我到這裡 點它一下 好 再移過來 再過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都有幫你標注 你現在的 長度跟寬度 連面積都幫你算好了 有沒有發現 然後斜角的那個字也有 對角線 對角線的那個長度也都幫你算好了 如果你到這邊要結束了 就一樣 滑鼠點兩下 咚咚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子呢 你的地板就好了 還是記得那件事情喔 劃完之後 你一定要回到哪裡 劍頭 這樣你才可以做調整 這樣理解嗎 好 你回到這邊就可以做調整 因為 除了你整個整面牆一起動以外 你也可以單獨的 移到那個單一個點的上方 去個別調整 有沒有 你到這邊 有沒有我可以調整它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調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喔 請問請問 現在大家房間 有這麼四四方方的嗎 很少對不對 有可能 搞不好這邊有一個柱子 你可能有閃過啦 還是說這個 這邊有一些其他形狀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怎麼辦 我們 可不可以在中間 再增加幾個節點 假設我畫的時候沒有畫進去 可不可以再增加 可以啊 牆壁也可以喔 牆壁也不見得每個都是這樣 剛剛好的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你看 我們先針對 那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地板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鍵 在你要增加的那個 面上面 你要滑鼠右鍵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 叫做什麼 增加房間區域節點 按下去 你看 有沒有多一個點跑出來 你看 這裡一個 對不對 這邊如果你要一個 按右鍵 增加 房間區域節點 加有沒有兩個 那你知道兩個之後這個 可不可以拉進來 這樣可以吧 如果當時你畫的時候不是這樣畫的 那你就自己 拿剪刀 加多加多加多啊 呵呵呵 這樣有沒有理解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上面直接按右鍵做就好了 這樣會了嗎 這樣有沒有信心 你可以自己看你要的那個 你看下面這裡 你有畫地板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就有這個 對齁 對齁 好 這樣了解了 那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有更快的方法 我們現在這個是標準的方式就是 按照這樣畫齁 但是其實如果你想更快的 我做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給你看一下什麼叫偷懶 呵呵呵呵 好來 如果你要畫牆壁 你看齁 其實我們 我講的都在這個小技巧裡面 只是大家懶得看齁 我就做一次給大家看 好 如果一樣這樣的空間 好就大家出來 其實管你是什麼樣的形狀 好假設我是這樣子 我就先把它畫滿 好 變成一個封閉的齁 這樣是一個封閉的 好 如果你這樣就要住在監獄裡面嘛 對不對 但是這樣也不能交接因為這樣沒有人權 至少要有窗 呵呵呵 好那你看如果要 我要加上那個地板 剛剛我們很辛苦的 是不是要繞個邊邊這樣走 不用那麼麻煩 咚咚 你們就好了 只要你的牆壁是封閉的 我就可以在裡面 咚咚兩下 它就自動幫你生成 對 前提是牆壁必須是封閉的 但是沒關係啊 那我這裡要打開 我就再把這個牆壁 是不是可以刪掉 對不對 好像我們那個灌漿一樣嘛 我要塑膜 我就先用封閉的 你灌好的我再把它拆掉 這樣不是可以嗎 對不對 對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我可以編導過來喔 什麼意思 我先把地板畫 好你看我現在先把地板畫好 然後呢 我就回到 建立牆壁的工具 各位還記得我們剛剛牆壁怎麼畫 點一下 點一下對不對 哪有人家那麼麻煩的 動動 用就好了 這樣會有過分嗎 會喔 但是基本還是要先畫 所以剛剛講的都是要用的小技巧裡面的 你可以選擇 看要先畫牆壁 還是要先畫地板都可以 那 牆壁 如果你先畫牆壁的有一個前提 一定要封閉的 他才能夠自動幫你把裡面的地板 做起來 那如果你是先畫地板 他就會自動沿著你地板的邊 幫你把牆壁蓋好 這樣有了解喔 所以你用哪一種都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你做好了再拆掉 都可以 這樣清楚了嗎 好好好 那 我想我們現在 22分我們稍微起來讓大家休息一下 動一動 好先起來動一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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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